大家好,欢迎收看7月18日星期二的104财经科专题研习 我是Esther 陈宇提,会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大事状况 我们看到港股昨天受到8号风球的影响,全日都停市 今天主要反映昨日公布的内地第二季GDP的数据 因为GDP增速不及预期,所以上周港股升足5天 累计有1048点的进展,到今天这个升势告终 今早恒指低开89点后迅速扩大跌幅,前日最多下跌433点 尾段看到跌势再回顺,19000大关亦是失业复得 最终收报19015点,跌了398点,跌2.1% 另外在国子方面,收报6400点,跌了158点,跌2.4% 货质收报4129点,跌了99点,跌2.4% 大跌成价950,跌1亿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市跌多升少,蓝筹股份也只有6战上升 其中表现最好的会是创科实业,升到2.3% 另外比亚迪的营起预期中期纯利按年增长1.92到2.25倍 在这份营起的大动下,股价也升到0.9% 还说到比亚迪,需要留意同系的另一支股份 比亚迪电子的营起预期到中期盈利按年大增1.15到1.46倍 股价方面,逆市创到27.3的一个月身高,收报26.9 急升6.1% 而相反,内房股份今天领跌 龙湖收报15.46的急财9.9% 又在蓝筹中占底 接下来我们会在专题研习的部分再和大家说多一点龙湖 好,来再和大家说一说龙湖 其实龙湖上半年的权益销售额 按年增多了6.656亿元人民币 这个表现是如何呢? 就是如果和行业里面前十大发展商的表现比较 其实是高过前十大平均水平的 至于预测销售模拟率是一个1.7到2.0%的水准 中今看到这些数据,考虑年内 其实还有部分新获取的项目会在下半年登场 所以下半年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支持 估算公司全年销售额可以达到2,000亿元人民币 但如果投资上年比较,并没有太大的增长 只是一个大概按年持平的表现 我们看到中今方面出了一份报告去分析龙湖的表现 它有些好的评价 包括旗内龙湖在投资方面都算是量日为出 另外财务状况也因为这个比较稳健的态度 审慎一点的投资策略,所以是稳健的 而上半年一共获取了20幅土地 这个股权占比也稳定在6.9%左右 刚才提到的这些土地全部都是位于超高及高能级别的城市 这些项目的平均模拟率可以达到2成 所以这可能是未来其中的催化剂所在 另外,龙湖最近也获得《评级机构》 上调了《评级指望》去到稳定 中今相信这个评级的上调是有助去巩固 龙湖和银行端不同的银行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亦可以为潜在的债务可能进行在融资 令到现金流方面的压力可以缓解 至于靠物中心这些非开发业务 亦有机会为集团带来额外的收入 中今将交付进度和结算量率调整这些因素都列入考虑之后 最终都要下调龙湖今年认測 去到196亿元人民币 即是会在一个按年大概跌回1成3的表现 中今认为目前行业整体的BETA系数是走低的 市场对于民企的财务压力 其实一直存在一个比较庞大的担忧 于是导致累计到目前为止 股价的幅已经超出了预期 所以中今认为现价都具备了一定的配置价值 所以它会对龙湖评级考银行业 目标价方面却下降到23.6 以上的一些分析和分享 作为大家的参考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 所有人们展Mag 戌大 2 坚图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